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在西北大学谈美国大学申请 那今天呢,我是在芝加哥地区的西北大学 这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所大学 那今天呢,正好这个机缘巧合 有一位西北大学的PI Principal Investigator 陪同我们带领我们这个参观的校园 此前呢,我曾经去过芝加哥大学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讲一下 这个美国大学申请的情况 我们新闻名律所的微信公众号 叫每本每高留学指南 另外呢,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 在美国攻略这个网站 我们的专栏也谈到了很多 关于美国大学申请的情况 总体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校园还是很漂亮的 一方面呢,可能比这个芝加哥大学 也许所处的区啊 这个更安全一些,更好一些 另一方面呢,大学的这个校园呢 在密歇根湖边啊,风景很好 那言归正传呢,我们讲一下 这个个人呢,对美国大学申请的一些经验总结 简单说几点 第一呢,那在高中阶段 一般来说呢,需要保持比较好的GPA 这个基点 这方面呢,你当然在这个选课 也要有一些注意,有的人呢,比如说选一些AP课程 加全,也可以提高GPA 另外呢,也可以让大学看到个人在这个学术方面的能力 另一方面呢,AP课程当然也并不是越多越好啊 还是要注意呢,这个质量 另外呢,要有一个主题 比如说,个人考虑的发展的方向 要match 当然这个GPA嘛,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这个是必要条件啊,当然不是充分条件 那么除此以外呢,这个标准化考试 像SAT呀,ACT这样的 现在,应该说没有以前重要 但是呢,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一定作用 很多学生呢,考这个试应该还是有用的 除此以外呢 那么怎么样才能让个人这个背景更加脱颖而出呢 当然有的呢,比如说你说在体育方面有特别好的成就 像国爱玲像这样 这个呢,大概是可遇不可求的 对吧,另外呢,也有的同样的 比如说在艺术方面,在家庭legacy方面 这些呢,对于一般的学生,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那么,其他的学生能够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比如说,有的学生可以参加各类的学科竞赛 美国呢,也有很多的数学竞赛 AMC,不同级别的 还有像Mess,Mess,Goals,等等 另外呢,也有US,ABO,叫Usable 然后呢,还有美国的Chemistry Olympia 以及数学的奥赛 还有信息学的等等 其他的,有很多各方面的学科竞赛 如果说在这些竞赛里面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也会有很多帮助 除此以外呢,比如说在写作呀等等方面 商业项目方面 这些呢,也有给高中生设立的这些比赛 也可以用到 那除了这个比赛以外呢 那如果说在高中阶段呢 就做一些相关的研究 不管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 还是理工科 自然科学的研究 这个呢,也会有一些帮助 在这个方面呢 我自己的孩子此前呢 也做过一些有的适合中学生方面的科研 那有的时候参加Science Fire 或者发表论文 我感觉呢,对于让大学了解个人的兴趣以及能力 也会有帮助 那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呢 还有比如说参加社会活动 志愿者活动 也有一些才艺方面 比如说钢琴呀 或者是别的音乐呀 绘画呀等等 也会有帮助 总之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美国没有这个高考制度 那大学呢 申请录取是一个综合评定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个人呢 除了学业GPA以外 在其他方面 如果有突出的成果 也会有帮助 那我们过后呢 还会根据个人的情况 以及根据大家关心的问题 来有后续的更多的视频 好,谢谢